由台灣踩電單車最好 上去中央山脈 挑戰這些山上的彎路 經過龍忍子遇到製工手段 阿里山上櫻花承開 坐阿里山小火車 看阿里山神木 旅行很好玩 回到來剪片 很浪費時間 請大家幫手點個讚 加個關注收藏 踩電單車 行台灣中央山脈 是期待已久的旅程 由沿海到高山 景色不停變換 山路的彎路 踩電單車更加有挑戰性 好 現在就在亞火遊艇會出發 預備去阿里山 今天 大概走三小時 慢慢走一邊玩 出發 在台灣 踩小型機車又安全又便利 但記住 不能上高速公路 等待火車的平交度 有些體驗 只在台灣才有 在導航上設定電單車路 選擇田野鄉村路便可 這裏叫環島一號線 一路都很好走 好直 我們進入台18線 開始上亞利山 前面是竹口鎮 這條就是八掌溪 釣橋是日本人佔領時起的 因為日本天皇的生日 亦叫做天長節 皇妃的生日 亦叫做地九節 所以八掌溪上面 兩條釣橋 分別叫做天長橋 地九橋 和這個情情愛愛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竹口鎮 亞利山的入口 最重要的關口 旁邊那條就是八掌溪 背後這條橋叫做地九橋 山上還有一條叫天長 天長地九橋 八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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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忍寺 是祭公禅師的道場 今天是祭公禅師單神 大批鄉客善信 成群結隊來進香 周圳 師父 過程 發達 corros席 臺灣 特別大的 鎮象 各庞山神土地 都剛好 不應 出現四大天王 在廣場很欲望參 Protο 好,繼續沿著台十八線上亞利山 山路又窄又多彎,又多車 路程只有46公里,要走一個多小時 越來越接近山頂,氣溫越來越低 霧氣遼搖,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開電單車上來玩,不單是在路上走走 更是追尋自由和冒險的心跳 剛剛跑車來到這裏 好,先走走 亞利山國家森林公園遊樂區 先在這裏買票 買了票之後,私家車和電單車都可以入園裡的火車站 商業區和酒店 哇,很多人 剛剛山上,現在很大霧 但櫻花承開,很漂亮 上去,臨時臨急 原來今天是星期六 太多人 沒有預訂到酒店 上來,隨便 漂亮的兩間店 小小的店 都要一千元港幣 很厲害 但這裏這麼漂亮 沒理由不住 看看 這裏是亞利山油谷 古色古香 可惜 周門 山門 記不到明信片 下面是商業區 停車場 餐廳 全部都在這裏 亞利山的森林管制區 由這裏開始 就不可以自己開車了 這裏就是亞利山派出所 這裏種了幾棵櫻花 很漂亮 真是 有夠矮 哇,全部都是花 剛剛就是櫻花的季節 下五六雕的亞利山 如絲如畫 美景盡收眼底 遠處 霧色朦朧 雲海翻騰 近的地方 燈火閃爍 山居寧靜 使人心亢神怡 雲海 偶然 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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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飯選了本地農家菜館 點了一人養肉火鍋 一人養肉火鍋 材料都頗充足 連上咖啡酒 價錢是港幣100元 這裏就是著名的阿里山火車站 其實我這次選擇開機車上來 因為順便多些自由可以周圍去 如果普通遊客要是從大巴巴上來 要是在嘉儀乘坐小火車 便一路上來這個站 這裏阿里山站其實是景區 要付300元入場 你看這裏風景好美 阿里山小火車是日治時代 為了將阿里山臨場生產的木材 向外輸出可以建立 當臨場結束之後 現在主要用來做客運和觀光 起點在嘉儀市的車站 到這裏之後再分三條支線 包括神木線、趙平線、竹山線 我坐這輛火車 就是開去趙平公園的趙平線 這裏是趙平車站 出發去看阿里山神木 阿里山這些步道 行山小勁 都開發得很美 路線很清晰 深淡的地面不生草 生滿了台鮮 好像綠色的地毯 今天就很好 昨天冷到死了 昨天上來只有11度 哇靖 車子冷到手都僵了 今天陽光好照 現在也是十幾度 很舒服 這三代木是自然其境 第一代是樹林1500年的枯樹 過了250年之後 枯樹上有樹的種子 生根發芽 變成第二代木 生長了90年後又枯毀 再經過300年 在第二代木上 又生出了第三代繪木 一直到現在 這一棵是香林神木 紅繪樹 是以前阿里山 全部的紅繪這麼大棵的 這棵樹的圓周 12.3米 高45米 樹林有626年 這棵都不是最老的紅繪 所以它叫做第二代神木 阿里山博物館 用來展覽日治時代 興建了小火車 進來山中佛木的歷史 阿里山森林 在1912年正式開始坎佛 日治時代 已經斬了將近55% 剩下45% 剩下45% 是戰後10年之間 全部斬了 現在 80-90% 的繪木林 已經全部沒有了 大家看到 這些紅繪 全部都是近年重新種的 第一代阿里山神木 指的就是這棵 樹林有3,000多年 樹高53米 直徑4.66米 這棵是神木車站 在1956年6月7日 這棵第一代阿里山神木 被雷劈了之後 枯毀 後來被迫鋸斷 放下在這裏 讓大家參觀 旁邊這條是阿里山溪 大遠點評 在遊歷完阿里山之後 我終於理解了 為何台灣被譽為寶島